同仁他在昨天宣布是确诊的 听到环保署长张子静说出确诊两个字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立委们各个眉头深锁 因为在确诊前证明环保署基层员工 曾进办公室照常上班一天 而环保署多名官员23号都到立法院开会报告 这个会到底还要不要开下去 我们没有要去泄露个资 我们大概不该去讲的还是不要去讲 但是因为这些部分的资讯还是要公开透明 因为这么多人来开会 那我们又在跑行程接触这么多人 所以这个都要真的要特别注意 就怕立法院变成防疫破口 立委陈寅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散会 原因就是环保署一名基层员工 3月3号到12号参加埃及旅游团 回国隔天立刻进环保署办公 3月20号发病 不过直到3月16号埃及才升为三级警士 然而他出国的事之前长官都不知情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还是没人敢决定 最后直接找来疾管署防疫医师交给专业判断 这个个案他跟这个职场的同事互动是很少的 那也不会跟其他楼层的人接触 那当天他工作的时候 他也是有佩戴适当的防护 以及他同事周到的同事也是有佩戴适当的防护 工作当天他并不是发病的状态 所以评估起来他的职场同事并不是所谓的密切接触者 专家出面说明挂保证风险低 这才让中断将近一个小时的未还委员会 恢复开会 部会人员确诊的首例 也让在未还委员会开会官员们改采梅花座 降低感染风险 原事新闻喜故已故 许家荣立法院采访报道 也让他先认识的首例